今天支點小片給你看看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局長 他的臉有幾種 中國國家安全部官方微信早幾天發布消息 說國家安全機關破獲了一宗CIA的間諜案 還點名說美國駐意大利使館的某件官員的名字 詳細交代他怎樣用巨款和美國護照去收買中方的軍工人員 上個月CIA局長伯恩斯他才很無奈地說 在中國招募的情報網絡十幾年前遭到毀滅性的損失 要慢慢搞起 這頭說局長先生才承認遇到情報災難 過頭中國就爆出CIA的醜事 都不是說不巧合 有分析就說得好吧 中國過往都有公佈間諜案 但好小可好像今次那樣重點突出CIA的名字 真是大巴大巴的車下去這個外國情報頭子的臉上 CIA在美國維珍尼亞州的總部 外場應該貼上一個紅色的掌印出來 以示局長軍臉總得有多嚴重 其實被人打臉的怎麼只是美國CIA 還有我們的通緝犯羅冠聰 羅冠聰剛剛接受BBC訪問 主持人問他是不是受到美國利益控制 羅冠聰說他不會理這些圈套 他又說一再要求港府要交出相關的證據 接著主持人再問他有沒有收美國錢 羅冠聰說沒有跟手來了 他說中國政府之所以編造 例如有很多CIA特工之類在黑暴出沒 是因為什麼不想中國人相信抗議者有能力 要求更美好的未來 言下之意就是哪有這麼大隻特工隨街跳 當局還在查黑暴的來龍去脈 怎麼會這麼容易讓羅冠聰說一句 插手上的資料出來呢 羅漢奸以為自己好省其實不是主頭兵 在羅冠聰馬口裡面CIA和特工都是那些稀有頻禮物種 差在未說要立法保育 現在國家就用間諜大案提升所有人 美國CIA間諜真是無孔不入 還再次溫馨提示大家 美國駐不同地方的使館根本就是CIA的賊鬥 不是是分支機構才對 美國駐港總領使館號稱美國遠東間諜基地 CIA 在香港有多猖獗?自己想吧 據小編所說 國家有空就應該公佈美國間諜在中國的日上 幫幫羅冠聰之類的死蠢認識現實 別讓那些黃友再扮看不到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訂閱HKG報頻道 按這個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了 非常றhoo 會不會 夠嗎 對 小鈴鐺 她 五